被过年了 新北市土城有好几家店面 陆续收到了千元假钞 嫌犯用小额购物来换真钞 警方寻线追查之后 终于逮到人 嫌犯一想天开 把家里当作中央印制厂 用家用印表机来印制钞票 当场搜出了137张的半成品 也被依法送办 柜台前男子逃出千元钞结账 店员收下立刻放进收银机 看似没有任何异状 但店家这下课亏大了 原来男子拿的是假钞 日前嫌犯就是带着自己在家 印制的千元假钞 来到海山捷運站复兴消费 经过警方调查 至少有三家店家受害 那个条就很像贴胶带的感觉 如果你们有两张放在一起 其实看不太出来 还有店家没察觉 直到拿假钞又去买东西 才警觉受骗赶快报案 玻璃师大人展开追查后发现 居然有个假钞工厂 而且旅姓嫌犯 原本就有未造货币的前科 这次他又想前想风 把住家当成中央印制厂 就用起一般家用印表机 印千元钞 警方搜出作案工具 还有高达137张假钞办成品 1月初他开始拿着假钞 跑到新北市土城 骗吃骗喝 整件事才露了线 他本是说是一时的贪恋 他每一次大概是拿一个 面额大概一千多块的纸钞来消费 男子现在被依妨害国币 惩治条例还有诈欺等罪 被移送法办 警方特别提醒连关将至 收到钞票记得摸一摸 看一看 转一转 不要让歹徒有机可乘 小辣亭 张士奎新美食报导 未经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钞